那么是不是对抗通风加薪 可以有效来做解决 不过我们看到台湾上班族的薪水 这几年几乎都停滞 甚至早被大陆给赶上了 那么现在大陆一线城市 白领阶级薪水是出现三级跳 那为了要抢人才 大陆电子业花钱是不手软 开出了月薪16万的台币薪水 那么价码是台湾4.5倍 这种业出手更阔绰了 那么开出了5倍价钱来猎人头 那么一个月薪水最高 居然有18万的台币 薪水真的太低了一些 在台湾找到四五万的工作 都已经不容易都跑到上海去 现在不只大老板前进大陆 就连上班族也到大陆抢饭碗 你可能不知道 今年大陆一线城市积极抢人才 白领阶级薪水平 老早把台湾抛在脑后 薪水就是几乎没有涨过 就只能涨个一千块 或者几百块钱这样而已 台湾薪水几乎零成长 但以大陆媒体业来说 入行五年 平均月薪六万五是台湾的一点八倍 而电子业心情更好 跳朝大陆薪水更是三级跳 月薪超过十六万是台湾的四点五倍 金融业也积极砸钱猎人才 台湾挖角 开价月薪十八万是国内的五倍 条件之高 难怪台湾人才前步后继 吸进大陆 从大陆电影杜拉拉升职记中 不难发现大陆上班族福利 真的越来越优渥 台湾应该会有更多的人 或者是甚至其他国家会有更多的人 愿意到那边去发展 然后这样的话人才可能会流失 的确是会影响到竞争力 高级人才留不住 几乎全数外流 这也让新加坡副总理尚达曼 以台湾当借鉴 认为台湾政府就是对外国人 才闭关政策 薪水停滞 迫使优秀人才出走 尤其是到对岸的大陆去 第一条月薪两万就灭掉了很多 自以为是白领的白领 大陆白领阶级不再是廉价劳工 尤其是一线城市 北京与上海一年平均所得 分别有36万五与37万四 而广州深圳更高 有38万三 已经挤进世界中等的收入水准之列 大陆求财若渴 高薪挖人 政府再不想办法 恐怕不出几年 台湾就会成了白领阶级的输出国 东材新闻 黄历维和人凯 台北报道